科技部在七月底改制為國科會之後 確認一百一十二年度的科技預算規模 來到了一千三百八十三億元 成長幅度達到了百分之十三點八 也是歷年來之最 國科會主委吳振中指出 預算增加的部分將用於基礎研究 太空還有淨零碳排等領域 而面對全球的科研發展迅速 中研院長廖俊智則是認為 要提早為新科技出現來佈局 因應高齡社會到來 臺灣過去已經在進行精準健康高齡科技 未來會持續發展 要在解決可能會出現的民生問題 同時讓臺灣的產業看到發展的機會